看到没这个地方呢就是三元里大道 这就是你们说的三元里 一个黑人目前没有看到 我在往前面走一下 那边呢应该有一个这个老小区里面带大家看一看 老小区里有没有 这边看起来有点冷清啊 不像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么的繁华 感觉人好少啊 这条路走过来了 这边有一个阿能物业 这里面的小区看起来挺老的 这边呢这个电池呢 下面还是英文标注的 这附近应该是有黑人系统 但是呢我一个黑人目前呢是没有看到的 这边就是大瓦路 你看这下面 这都是写的这个什么举报 算质有假 举报图给算质有假 这边呢 这边呢又看到一个三元里 行用船 一宿 爱国主义基地 广州市 在公共厕所上都写了一个英文 大头的就是不一样 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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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湾鸡门口 在压力这边出来就是东湾鸡 可以哦 这么多的警察就完全了 给他 带云指法 你看这边多少 移动队 这么多 大家看到在后面的医院没有 小梗感觉呢除了这个医院还在开门 很多店铺呢都处于大洋状态 这个医院呢是24小时不关门的 看见没这一路呢全是锁门状态 全部都没有营业 只有这个医院24小时营业 说说这个三岸里这边呢 也是挺方便的 这边什么公交站什么的都有 路对面呢是有一个厂房 下面也是有英文邀住的 广州这边普遍的一个现象呢就是 不管是这种 站牌 还这种直直牌 它都是有英文标注的 走了这么远呢 遇到了一个三岸里村 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拖了这个三岸里 三岸里村 三岸里村 不过这里面的小医院是比较老的 走到路这边我发现有个人在这里面床的 这啥情况 就睡这里面 太难了 流大汉 生活都不容易啊 坐的如此下层 睡大鸡 我们看到他的主性啊就想起了我们成年人呢 都没有这个容易二字 我们都是挺不容易的 没有非常容易的视频 像刚才那位辣哥 落得如此的一个下场啊可能也是 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坎坷 还落得如今的这个模样 所以说呢 我们成年人那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每天呢都要是忙着工作 忙着生活忙着去赚钱 所以说人生呢其实就是这样 你要么靠自己的双手去闯出一片电梯 要么呢 就像刚才那位大哥那样一样落魄 所以说年轻人还是 要加油 努力 这样呢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 太难了 那是到了这个天桥子上面 按着这个导航的这个位置走呢是在前面 也就是终点三元里 但是呢对面呢有一个三元里村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天 来这个导航的位置看一下 应该就是前面那小区 那这个天桥还是这么多的这个导航执法这个车量 哇塞 这个人听到下面好多这个城法的车呀 我前面前面就是三元里了 逼逼逼往上到达 就是前面 这边还是没有一个黑人 我也是纳闷的 这个是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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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车 请您立即开走 这警察都喊起来 进行车 请您立即开走 这个就是什么三元里社区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三元里 进行车 三元里 街道办事处 外不都停那么多城管车 这这边就是街道办事处 前面停很多那个城管的车链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那就是三元里的 这边就是 entr行走 这边就是 你 走 走 走